在本周放出先导片和第一期上下两集的蒙炭探探案21开播就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和讨论量 华晨宇的高能推理让人眼前一亮 他演唱的加油儿女主题曲也引发一波人的童年回忆杀 在蒙炭2放出第二期的预告片可以看到 下一期节目中蒙炭全员将穿越到伪装者的世界亲身参与到叠战的风云变幻中 看到预告中穿着白衬衫和西装马甲戴着银丝眼镜的花花之后 你猜到他扮演的是剧中哪一个角色了吗 上线两天蒙炭2登上网络综艺播放指数榜的第三名和第一名 在28日罢评榜中蒙炭2杀出重围 在网络综艺和电视综艺的总榜中占据了第四名的位置 整体来看蒙炭2开播便获得了喜人的好成绩 发展势头也十分强劲 看过第二期的预告片和总导演梧桐 蒙炭2会一期比一期精彩的有力担保之后 观众对接下来的节目不由得多了几分期待 下周五 蒙炭探探案2揭晓答案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